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罕见晒全家福照片,父母颜值引关注,历迫整容传闻 经常会发现娱乐圈长得好看的明星,其父母的颜值也不会低 甚至有些明星专挑父母好的地方长,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近日,酒味露面的杨子罕见地发了一条微博 原来当天是其爸妈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传说中的珍珠婚了 而作为两人唯一的女儿,杨子也是表示感谢父母相遇相爱,才有了她这么可爱的宝贝 同时也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这条微博一发出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非常的羡慕,不仅有着长达30年的感情 还有着杨子这么好的女儿,堪称是人生赢家了 而除了文案之外,杨子也是特意晒出了一张一家四口的合照 照片中杨子的爸爸站在杨子右手边,手背在身后 面对镜头,整个人非常的年轻 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已经有这么大女儿的爸爸了 杨子的左边则是站着杨子的妈妈,杨子妈妈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不仅是曾参演过杨子主演的剧,而且还专门出席过时尚活动 也算是半个一人了,整个人状态依然很好 而站在父母中间的杨子,穿着也是非常特别 身穿一身红蓝古装,装发也是完整的古代装造 可以推测应该是杨子现在拍摄的电视剧《沉香如蟹》中的造型 根据杨子的穿着和身后的古代背景,可以推测 应该是杨子的父母特意赶往了横店,去探班女儿 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节日 不过也因为杨子和父母完全不同的穿搭 乍一看还以为旁边两人是披上去的 除了场景之外,最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杨子一家人的颜值 都很好看,会发现杨子和爸妈的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杨子的长相,堪称是吸取了爸妈长相的优点 而相比于父亲,杨子与妈妈的长相相似度更高 无论是眼睛、嘴巴、甚至嘴边的法令纹幅度都很像 堪称是复制粘贴 之前总有人质疑杨子整容 不过看到他与父母长相的相似度之后 大家应该都不会有这个怀疑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说杨子这一张照片中是一家四口呢? 这是因为杨子妈妈手里还抱着一只狗 这只狗是杨子家已经养了多年的爱宠 已经成为了家里的一员 杨子更是自称为他的姐姐 感情非常的深厚 所以在这样重要的节日当然不能缺席 即使是需要赶往恒店去探班 也不忘带上,可以说是非常有爱了 看到杨子发文庆祝父母结婚30年 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